各位好,我是胡婉玲,欢迎收看台湾演绎。 谈到中日八年战争历史,一般少关注中国以外的面向,也常将台湾处境和中国混淆。 1895年之后,日本又是如何经营台湾的,也缺乏整理。 其实1895年后,日本为解决自己人口过剩问题,开始对台湾移民, 直到1945年,有多达47万9千多名日本人住在台湾。 除了15万人是军人军眷,有32万的一般移民, 还被称为湾生日本人的移民第二代。 尤其湾生日本人在台湾出生,在台湾成长, 很多都没有回去过日本,还以为殖民地台湾就是他们落地生根的故乡呢? 这期台湾演绎,要为您介绍湾生日本人。 1895年,日本治台后,为了解决日本国内人口以及粮食不足的问题, 因此将他的海外移民政策扩及殖民地台湾。 在国防上,或者在政治上,是一个对殖民地的统治权的宣誓。 也是他统治权的延长。 那第二个呢,就是要纾解日本国内的人口压力。 那第三个,他希望有更多的母国,就是日本的人口长久住在台湾, 来增加他日本人的人口比率。 这样子可以巩固他同事的基础。 因为他的财产继承制是给长子继承。 赤子和三子就没有继承财产的权利。 所以他必须要向外发展。 所以就造成日本移民的一个主要动力。 要到辉煌恳达就要到海外去。 总督府对台湾人口土地调查后发现, 全台约有280万人口, 大部分集中在西部地区。 东台湾人口很少, 华联非原住民甚至仅有31户、81人, 因此鼓励日本人往后山移民。 西部的卫生条件好, 那西部的交通比较便利。 可是西部你可以去开发, 作为移民村的大便土地。 到老早就有汉人了。 汉人都有,你只能零零星星。 这样子日本人不但不能起童话作用, 还会被台湾人童话。 所以他势必要找一个, 我们说一个极村的地方, 那里有土地,就是东部。 尤其1899年, 日本统治台湾第四年, 台湾总督府视察东部后发现, 花东重古地区, 尚有广阔的土地, 有待拓肯。 因此鼓励日本私人企业, 投资移民东台湾。 因为日本开发台湾东部的移民村的时候, 有两个方法来开发。 一个方法是有公司来开发, 另外一个是国策方面的开发。 那他们刚开始的时候, 差不多名字四十年代的时候, 先有公司来开发, 很有名的家庭村那样的说话。 这些人都是日本当时的冒险客。 日本常常跟我讲, 当时愿意到台湾来的, 一流的技术官也不来啦。 来到这里都是有利益的, 有金钱的, 补助的, 有诱因的, 他才要来。 同年11月, 日籍资本家贺田金三郎, 自社贺田组, 向总督府申请, 开肯发动重骨, 吴泉城, 李渔伟和凤林一带的原始野地, 共2万厅部, 相当于2万公顷, 开肯为赫田组农场。 赫田还从日本内地招募农民到台湾, 很快的, 吴泉城就有53户, 164位日本人, 李渔伟则有178位日本移民, 他们在当地种植甘蔗。 1906年, 再从日本福岛县与爱园县, 移入385位日本人, 后山日本人一时盛惶通勤。 你来开发, 你申请的那个社会社用地, 有多少的面积, 可能还有一个条件, 你必须雇佣日本人, 所以他就必须去雇请日本人来到台湾, 来从事浙桌等等。 可是你想想, 这样子的一个经济成本太高了。 那当然私营移民不会好好照顾这些的日本人, 所以日本人就像在台湾就像沦为一个佣工。 在这同时期, 日本人在台湾西部的私营移民农场, 也陆续成立。 由退休内阁大臣爱九泽之灾, 在台中厅经营的原城农场, 招募日本起户县移民82人来台, 又陆续从新系、熊本、福岗等线移入127户日本移民。 统治台湾里面, 厚藤新民所主张的台湾人不要自意开发, 只要做劳动劳力就可以。 所以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 日本人透过这样的拓族事业里面, 组成了隆林遗业, 这样的一个组合, 这样的一个组合由银行提供资金, 由拓族官方来支援。 所以日本的移民村, 从民办再到官办, 这样的历程当中, 日本人来到这里虽然一开始是辛苦, 但是享受了台湾最好的一个利益。 但因为当时私营企业的电农市移民, 以经济利益为重, 忽略了移民村的卫生问题, 开始有日本人因为水土不服陆续离去。 尤其开发台湾后山的利益, 不断地挑战原住民的生存空间, 后山原住民的常日情绪, 逐渐高涨。 终于1908年12月, 阿美族七角川社大举抗日, 爆发七角川事件。 贺田组有25位日本人被杀, 在花莲的私营移民村, 因而失败。 由总督府没收贺田农场, 以及原住民土地。 当时因为政局很乱, 所以移民都是由私人去移民。 那私人移民的结果, 因为资本额有限, 所以要把一个移民村建立起来, 是非常困难的。 那最后大概就是因为资本不够啊, 或是日本人对台湾的天气啊, 台湾的疾病啊, 无法克服。 所以他们那个移民是失败。 东部的私营移民先宣告挫败, 但日本农业移民的政策不变, 接下来改由国家直接经营。 1909年, 台湾总督府在进行全台土地调查, 户口调查和林野调查, 并将林野地和原住民的五主地收归国有。 因为七脚川事件发生, 然后把这个阿美族人全部牵走的同时, 日本开始采用一种叫做财产登记制度。 他就开放一段时间说, 如果是你的土地你去登陆, 那如果你没有登陆的土地, 其实是国家的土地。 那当时的这个七脚川的原住民的土地, 就在这个冲通之下, 变相被没收。 那变相被没收呢, 台湾花莲就出现大量的原来原住民势力范围的土地, 变成无人的土地。 那这个无人的土地当然不属于私人, 也不属于其他的这个事业, 所以就变成官方的土地。 全台土地调查后, 日本官方锁定花莲港七脚川社, 设置花莲港厅联乡斗兰社移民指导所, 赴日本德岛招募日本内地农民移民七脚川。 因为他当时为了要吸引他们过来, 就开了很好的条件, 譬如说你到了这边之后呢, 我先补助你的全额的交通费, 然后呢到了这边你到了十年, 譬如说我先给你土地, 然后呢你在三年内开始还他的这个土地贷款, 十年内你就可以拥有这个土地这样子, 所以大家都很心动, 尤其对于一个在当地已经, 一来是日本他的土地跟做面积饱和, 那二来就是他们也很想到新天地去试试看这样子。 因此,我觉得何必须好将自己在海外出身, 滚復不来的地下方说法, 所以 Petida都导致致引体的土地为了, 尽管理我说是最厉害的第一已是美国人的土地加工, 每一都都从来都美国人的土地的土地加工, 每一都平地的地下方 immer在这些土地产生, 我们的土地产生, 土地产生,土地产生, 土地产生,土地产生,土地产生, 1910年2月 第一批日本官营移民9人 抵达台湾基隆港 前往台湾总督府 办理土地拨用手续后 再转搭船只 公岛完后 抵达花莲南滨海岸 由小船接驳上岸 根据他们的口述 其实是非常失望 因为他们说 第一个 五分车到达之后 是像一片荒野一样 他们就是在满花莲中 拓墾的 他们工作得非常辛苦 因为他们从整地开始 他们必须要先把土里的 大石头搬走 接着再把中石头搬走 接着再把小石头离开 然后再做成那种土 这种田梗 然后才开始的耕作 然后才开始的耕作 一日的老口 慰め的员者 一人也没有 返回病床 亲近的伴侣 疲惫声 启咬握员的 全是心不足 有没有 你说他的一个卫生条件 不只是疟疾 酿虫病也很严重 那第二个是 其实它就是在整个我们说热带气泉的行径的路径 所以说基野生刚完成 大台风 全部几乎移民村整位移为瓶地 日本移民信心深受打击 为了稳定民心 台湾总督府积极改善移民村的环境 盖移民村病院 建筑传统日式房设 木构造建筑 竹边土墙隔间 为了因应台湾炎热的气候 屋顶彩条高设计 成为适合日本人居住的新家 四个月后 总督府又招募第二批 52户275人 进驻七角川原野 全台第一个观营移民村 逐渐举规模 七角川设的移民村 采用西方设计手法 也就是规划住宅地集中 荣耕地分布在外围的棋盘式聚落 以维护住宅区的安全 因为当时他们建移民村的时候 土地是没有任何东西 上面没有任何东西 它就要分割 每一块地都是一样 441平 所以每一块地都是正方形的 好几块正方形 合起来就变长方形 长方形之间该马路 有三间的马路 或是五间的马路 三间的马路是18尺 五间的马路是30尺 因为七角川移民 来自日本四国德岛县人居多 村民就已德岛的吉野川 在1911年正式命名为吉野村 1913年吉野灌溉水墩完成 灌溉面积约1000甲 移民村开始种稻米 终于有了收成 当那个吉野郡做开辟的时候 他们整个的供水就很方便 所以是从那个时候 他们才开始 就是说开始有收成 开始有结余的 否则之前 我们所了解的移民的 前大概前两三年 几乎都是非常辛苦 而且都是亏损状态 当时的总督府 他其实资产科就想说 台湾是一个北回归线 经过的地方 刚好可以补很多日本 没有的事情 那如果要中 不如干脆去引进 当时世界上最好的品种 包括当时最好的烟草 所以台湾的烟草 其实有非常好的烟草的系列 也是从日本之后引进的 那咖啡也是一样 稻米也是一样 随着吉野移民村 户数陆续增加到327户 占地1260甲的七角川土地 不够登记拨用 台湾总督府 从盐水港制堂会射手中 买回尚未开垦的土地 日本观营移民村 陆续往南花林开垦 大正二年 1913年丰田村成立 共有180户912人移民 随后1914年 在建立第三个移民村 名为林田村 共有177户 767人 吉野相对离花莲港是最近的 那我们看到 今天是吉安地区嘛 也是离花莲市最新的 所以它离市区近 离行政中间近 它的各种资源取得比较容易 所以那个都是有计划的 一开始就规划好 而不是说好先玩一个 好了以后呢再下一个 第一代就是带着太太啊 带着比较小的小孩 他们的最前期的脱肯期 过了比较安定之后 大概五年之后 他们才生很多小孩 因为他们希望有多一点的人手 在家里帮忙 跨联港厅前三个官营移民村 艰辛拓肯 奠定日本人移民台湾的基础 之后1916年起 各种官营移民 私营移民 自由移民村陆续成立 巅峰期达到22个 日本移民先从经营东台湾开始 几个移民村有了规模之后 才扩大移民范围 到各种产业 像是为了伐木 而到宜兰太平山 而随着糖叶 烟草叶的发展 开始到南台湾 种植烟叶甘蔗 这些日本人移居台湾 有落地生根的打算 因此移民第二代第三代陆续出生 加上后来总督府积极推广 黄民化运动 台湾人也开始当日本人的 电农帮庸等等 于是台日民间开始有互动 生活习惯 饮食也相互影响 日本统治台湾 在礼藩政策奏小后 开始探勘山林资源 尤其发现太平山 蓄藏两万六千公顷的 珍贵快木森林 于是着手开发太平山林业 太平山林厂盛产高价值的 快木扁薄产量占七成以上 而伐木运材需要专业技术 于是1915年太平山林厂 首度招募日本祭师来台采伐 日本移民来台落地生根 总督府也开始在台湾各地 勤建神社寺院 派遣日本佛教各宗派部教师来台洪法 1916年 第一个日本移民村的部教所 吉野部教所正式设立 你出生会有这个 你的祖先的这个所归属的寺庙 给你一个名字 那你死掉的时候 一样要把你做这个得度的仪式 以便你才要跟你的祖先啊 跟这个佛国会在一起 所以这个系统在一起 那当这个日本把这个台湾当作日本的本土的时候 那这个同样发生在日本社会的东西 就一样跟随得到台湾里面来 吉野部教所属于高野山真言宗教派 寺院建筑彩宣是入口木栏杆 是标准的日本佛寺造型 功夫的主神为红法大师空海法师 不动名王以及毗沙门天王 是当时日本移民的信仰中心 一般来讲的说话 那时候的人们认为 西本院是当作有一些那个 中印的正式承认的一个部教所 那这边金学院真言宗 方面的话可能是私人 他们那个第一代住址私人的立委 来那个盖好这边 所以呢那时 知道那时代的人都认为 那个在这边的那个真言宗的工作 非常非常辛苦 台湘三年是西亚关系の氾濫のため 全部落空的家屋に浸水し 工具は流され 非常な参加を受けました それで麻雷利亚国水病などの風土病が多くなり 东台湾移民经济基础逐渐稳固 但始终无法解决卫生环境 以及台风肆虐的问题 旧灾 重建工作 造成总督府财政连年亏损 林田的这个土 因为是这个枝雅干系的 冲刷的一个平原 所以它的土含那个碳酸钙 我们讲的石灰酯很重 所以它的那个土壤 是非常不适合农作的 然后呢收成也很差 然后因为又靠近那种三边 其实它的那个传染病最严重 当时在林田村有一户人家八个人 全部得到传染病死掉 最初五年には今の妹妹が28歳で死亡し 翌六年には祖父が94歳で死亡し 七年には父が74歳で死亡 八年には丁丁が13歳で死亡 9年には三男が18歳で死亡しました このウジスキタル不幸のために 私も迷惑がしました 移民台湾再度受挫 この時期日本政府将移民政策的重心 转向朝鮮 满洲等地 直到1930年代 台湾西部地区 铁路 公路 港湾 还有农业水鎮的现代化建设陆续完成 总督府第二阶段推动对台移民 这次以台湾西部为拓展据典 1923年日本発生的关东大地震 这样大规模災害 让日本本来的经济不正都陷了一个最低潮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让日本人的移民再次翻断到台湾的西部来 包括高雄 屏東 湖围 彰化 佐水溪一带 都有台湾的移民村 昭和七年 1932年以后 佐水溪流域整治 产生河川浮复地高达5000多甲 开始有八州 立国 丰里 荣村 秋京等官营移民村设立 他们主要来务农 种植稻米和蔬菜 江南地区则因蔗唐 盐等特许专卖产业 而再度永住市会社招募私营移民 同时其在下淡水溪 也就是现在高平溪一带的河川浮复地 建立日出 长盘 千岁 三个官营移民村专种颠草 跟我们一样种甘蔗 种稻田 那它收入不是跟我们一样吗 因此他们认为这样他们不能成为一等国民 所以后来日本人就开发了一个新的行业 烟草业给了日本人 因此改善了日本人的生活 所以日本人就变成了一等国民 烟草的经营其实起于东部 想说东部的那个经济一直救不起来 东部移民村的 那怎么办呢 那就试看看美国的那个黄色种的烟草 没有想到无心插流流成印 迅速改变了改善他们的经济 那下淡水溪的那个状况的农业环境 很适合种烟草 所以那个区域是烟草的专座区 随着日本官吏工程济师移民来台 大多习家带卷或是移民二代出生 专属日本孩子就读的学校在各地陆续设立 日本人读的学校是寻常高等小学校 不同于台籍子弟及原住民就读的工学校 但在日本政府保护下 初期日本移民村像是封闭的堡垒 居民与附近的台湾人 鲜少有机会接触 那些移民村是只让日本人定居的 所以台湾人或者是帮助那些 所谓原住民或什么其他的 他们是不能够定居在他里头 而且他们不能够拥有土地 因为那土地是化给日本人 所以台湾人通常是居住在他外围 那在外围再形成其他的居多 住处有隔离 教育也有区别 反倒是饮食文化方面 台日双方互有影响 因为想念家乡和果子的味道 日本人安抚军开设和果子链 研发出县子域 也就是后来的花莲署 当时阿公是在这边当师傅 然后因为那个老板 他想念日本和果子 又看到我们当地地瓜很丰盛 所以就是想说不然就拿这个地瓜来 做成和果子 对 然后就跟阿公历经了三年的研究 最后三年后才把它推出 当作花莲署 台湾特有的县子域 当时还前往日本参加甜品博览会 多次获得天皇赏试 进贡 更获总督府全岛民物人气投票 最高优胜景气 当时台湾原住民获客家麻吉 大多沾花生粉或黑糖品尝 日本移民村的妇女 加以改良包入馅料 成为后来的花莲麻吉 当时就是我们这台铁路 花莲到台东 有五个这样很出名的民产 花莲就花莲署 下来就是寿峰 它的事情很有名 再下来就是富莲 富莲 以前他们叫西拉高 白川 他的麻吉 过来是玉里的羊羹 也是日本人 通通日本人做的 以长期居留的打算 经营移民村 加上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 以及产业发展下 短短数十年 日本籍人口数 花东地区增加到 两万七千一百人 西部台北 新竹台中 台南高雄五周 人口多达三十一万六千多人 移民经济逐渐稳固 第二代移民成长 在日本政府教育制度保护下 移民子弟留乡务农的意愿不高 专往担任公职 会社职员 或是银行的管理职位 这些小孩子在台湾 当然台湾总督服务的保护之下 跟一般的台湾人 差别的待遇 特权的待遇下 他成长 然后他就 如果是一直都在台湾的话 他就要被 算是已经被保障 未来台湾的领导者 各层面的 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文化 1937年7月 中日战争爆发 在台湾二十岁以上的日本男性 同样被征召加入日本皇军 前往南洋打仗 我算是打到四年时 因为因为担心在战争中 台湾人形象中国 第十七任台湾总督 小林计造 更加积极推广黄明化运动 日本的黄明化政策推行后 不再有寻常小学校 和公学校之别 推展台日学生共学制度 四十岁以上的 大学生 最終大学生 一人家人要吃麻糬 日本人要吃麻糬 我們同學都會做 戰爭也讓移民村 男性勞動人口頓時減少 缺人耕田 烘烤煙草的人力也不足 為了補充勞動人力 開始雇用台灣人 或是幫優 或是以電農的身分工作 無論是工作或生活 台灣人和日本人的互動 更加密切了 幫優就發展起來 這就是後來移民村的日本移民 跟移民村旁邊的台灣人 會相處得很好 主要是他們的共生的關係 台灣人是被日本人雇用 在雇用的過程當中 他們長也會培養感情 一直到現在我們還是會看到 有一些老一輩的他們跟日本人 或者是特別是在花蓮那些 老一輩子 老日本人回來的時候 會跟當地人有一些互動 就是因為原來有這樣的 雇用的關係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 日本戰敗投降 日本移民村的雇用狀況 完全改變 接收台灣的國民黨政府 要求日本政府 必須將在台灣的日本人 全數引揚 也就是遣返回日本 整個移民村秩序非常的混亂 那台灣人就也有一些台灣的 我們說浪人就衝進去報復了 所以那時候日本人已經沒有 日本官方的 當他們的一個靠山 所以他們只好投開到當時的日本店 尋求保護 當時台灣省找官公署規定癮養者 除了簡單的行李外 在台灣的財產必須強烈請扯單 通通不准帶走 很多日本人就因為缺錢 家裡的東西擺出來 以前的和平東路 在那裡 白天就擺個東西賣 連假賣一些家裡的很多東西 因為有一個是帶不回去 他們只能帶走一千塊錢 一套夏衣 一套冬衣 一副寢具的棉被 兩手空空而來 兩手空空而去 這三十年簡直像一場 如夢似幻的煙霧這樣就不見了 對啊 所以有些人是很難 很難接受 有些人是在花蓮就自殺了 因為久居台灣 早已熟悉台灣的生活 許多日本移民 或是台灣出生的第二代 約有二十萬人 希望能夠留下 申請作為台灣的永久居民 清水半瓶极野村的村長 曾經去見陳怡 見梁氏 那時候陳怡給她的訊息是 是正面的 是 他們是有可能留下來的 所以他們非常的積極 把整個毀損的极野村 整建修復等等 大家充滿了希望 大家覺得說 她還可以留在這邊 只不過清水半瓶蓄留台灣的陳情 最後還是落空 國民黨政府擔心日本人留下作亂 又怕戰後通貨膨脹 糧食不足 因此決定在台的47萬9千多名日本人 全數都得遣送 這些在台灣的日本人 從沒想過帝國會戰敗 而他們在異鄉打拼三十多年後 要面對被遣送回日本的命運 全新 但卻未知的將來 令他們不安 中日戰爭 日本戰敗 改變台灣人命運 也改變了在台日本人的命運 除了極少數例外 在台日本人都必須回到日本 不再拘留台灣 但是他們回去日本之後 卻面臨另外一種自己國人的歧視 極度不適應 多年來還陸續有萬生日本人 回到台灣探訪來尋根 基隆碼頭人潮汹湧 他們將在這裡搭船返回日本 1945年12月 台灣的火車載滿一批又一批的日本人 前往基隆港碼頭 等待被遣返回日本 背著一個人僅能帶走的一包行李 在上船前得先收身檢查 噴灑消毒藥水後才能搭船 當時台灣總統府特意知道說 你知道在台灣的日本人 他們可以先送行李回去的 他們有郵寄行李回去 一箱還兩下 他們先可以先郵寄 這個也只有台灣有 但是很多 我問了很多日本人 他們都提到 他們都沒有這個機遇 但是在資料當中是寫得很清楚 第一批被遣返的是日軍和軍券 共15萬七千多人 直到1949年8月 三年時間 在台灣的日橋分六次引陽 一共有47萬9544人 只有七千多位 具有特殊技術專長的日本人 被國民政府遵許留在台灣 他們被稱為留用者 專門協助恢復台灣水電和道路建設 高班教授技術人員 農業技術人員 那佔過台灣的農業的這個 農業的這個技術人才還是缺的 所以就有一些是 就是說這些教授啦 那還有技術人員 其他的領域的技術人員 都留在台灣 國民政府在繼續使用 不過還有少數史料上沒記載 隱藏身分偷偷留下來的日本人 他們當時有很多人不願意被請送回去 所以有一些人呢 他其實是或者就用各種方式 想要留在台灣 那我們所知道的女生最多 像有一些女生 他已經嫁了台灣人了 所以呢 我們知道有一個案例是 他為了怕人家認出他是日本人 他就都不講話了 把自己當啞巴了 以便他的口音不會被發現 有許多在台灣出生的日本人 第一次踏上日本國土 在台灣出生的三井盛美 當年和父母回到日本 以為歸鄉就可以得到安定 但接踵而來的 卻是自己日本同胞的冷淡 與差別待遇 你出生了哪裡 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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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標準語 中學是哪裡 台灣的 中學 你台灣人 好 好 太棒了 萬神日本人 在台灣的學歷被刁難 回到日本 甚至連住的地方都沒有 許多人被日本政府 安置在叫做台灣村的地方 所以我記得我那時候去 對 去訪談的時候 那接過日本教育的人 說他們是Dionsei 他們是日本製的 好 那這些的成長於台灣 出生在台灣的日本人 事後回顧也認為說 他們是台灣製的 最早是有一點 揶揄的這個疑問 然後在台灣出生 他們最早也是有一點 揶揄的疑問 就是說在台灣出生人 他們可能沒有回到日本看過 不曉得富士山是什麼東西 他們沒有看過學 所以他們沒有辦法理會 日本內地是什麼東西 所以他們剛開始 他們有一點點擔心說 這些在台灣出生長大這些人 他們是不是會失去大和 作為大和民族的精神 遣返日本後 有些年輕彎生學子 為了生活放棄學業 家長讀會子 1930年在台灣出生 租過台北 基隆 桃園 念的是第一女子高校 也就是現在的北域女中 被遣返回日本後 他卻必須擔起養家的責任 而放棄念大學 弟兄二人是男生的 絕對大學まで出現 我最最高的 但経済的絕對大學無法進行 絕對大學無法進行 所以我父母 也被我承認了 同樣在台灣出生的祖國倩秀 戰後前返回日本 進入高野山修道院修行 她的母親高牧和妹妹貞子 投靠親戚不成 生活過得相當困苦 你去到那邊 你沒有地方住 你假設好 幸運一點 你有遠親家裡可以投靠 然後還有可以住在那個移民村 那我知道像我們這個 集合移民村 故教所的這個 左伯仙秀先生的媽媽跟女兒 他們其實回去之後 親戚就說 那我沒有地方給你住 那我那個養豬的那個豬券 唯一一個區給你們去住好了 它是住到豬券裡的 灣生這一段人 在日本很少人講的 不敢講的 都講 你在那邊 台灣那個野蠻之地 那個地方 日本就講 就這樣的地方 就是歧視你 排視你的地方 所以當然他不想回去 加上台灣人本性善良 幫他們做家庸 幫他們做雜物 幫他們做電容 你問到日本哪裡有這麼好 這種情況當然他不想回去 直到1970年代 在日本經濟生活 逐漸穩定 這些灣生日本人 有能力回到早年 居住的地方台灣 尋親 訪友 左伯仙秀在離開台灣30年後 1975年 再度回到他難忘的故鄉花蓮 但家鄉的景色 早已不同以往 其實這個移民村 它的面貌已經改變很大了 然後他們就一直找 覺得其實就像那一幕 他就想說 我家到底在哪裡 最後認定了那個檳榔樹 結果他就怎麼樣 他就其實都已經變成 台灣的村落了 他還是要取一培土 他要帶他原來他小時候成長的 渡鄉的土壤回去 我現在是台灣人 現在也有相約 但是我跟台灣人有相約 台灣人有相約 就是劉先生 劉先生 我跟他相約 然後我跟他相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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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度與臺灣有了連結 我們在訪問中 一直在訪問中 我們在訪問中 然後就開始了 研修院的研修院 開始就這樣 今天很嚴重 我們本廳友和大師 大家有興趣的天地 來參加 台灣的日本 海洋人都有興趣的天地 今天乾杯 乾杯 當初隨著父親 來宜蘭太平山 開發林業的喜酒四郎 和津田林子 首度受邀回臺參加同學會 私自分が台湾人 自分が台湾人だと思っていますから 私はまた自分が山で生まれたから 山が好き 原住民も好きなんですよ だから山に来ると 故郷に帰った気がします で同じ心の人が台湾好きな人が 私も近くに応援してくれて 参加してくれてるんですよ 太平山以外の人もですよ それでね 大変嬉しかったです 私は太平山で一番思い出があるんでね 太平山で一番何? 思い出が多い 太平山で小さい時のいろんな思い出があるんですね この年に初めて 一緒に連れてきていただいて びっくりしたんですよ こんな感じだったら もっと早く来てもらってもらいたい 花蓮市は私たちの故郷 花蓮市は私たちの故郷 離開台湾70年 這些湾山日本人始終沒有忘記 自己出身的故郷在台湾 他們在日本成立台湾協会 花蓮港会 還有集野会等同乡会 每年聚会 懷念他們心目中家乡的点点滴滴 我好きに食べる 桃米粉 花蜜椒 花煎 买豆乳 還有仙草蜜 還有罐頭裏面的那個什麼 八寶粥 八寶粥 對 兔粥 開來 開來開來 小さな台湾協会 チャップ チマクイチ カキンカキン 来啦 来啦 我們去參加集野会 或者是花蓮港會 他們總是會 全體起立 然後面向 這個故鄉的方向 然後 行李 然後晚了 默哀 默哀就是說這一年 哪些人不在了 這樣子 那接下來他們會唱個歌 那通常唱的第一首歌 會是校歌 比如說花蓮的校歌 或者是這個基野小學校的校歌 或者花蓮港中學的校歌 變動的大時代下 完成日本人與台灣人 從兩邊互有隔離區別 因為戰爭成為生命共同體 也因為戰敗而劃分國界 但兒時的記憶與情感 始終維繫著台日兩邊的私人情誼 許醫的這個土地 每一個人都有他們自己的人生的歷史 走過這位先生來說 這個地方就是他的互相 不是別的地方就是這個地方 因為我們老在Rich sleepy 因為我們都是在να shiny 從土地開來生的地方 德登的小學校 學生rist是在日本的地方 但是我已經 rib不得到了 那這裡的地方 因為地方是在島旁 校長是日本人 但劇場都是台湾人 战争是残酷的 凸显决策战争者的无情 也凸显官方和民间的差异 一场中日八年战争 因为台湾当时的角色 地位不同于现在 也因此可以看到多方面的呈现 这集《湾声日本人》就介绍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我是胡婉玲 我们再会 《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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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湾声》